小卡现身赛场一拳一拐让人担忧 这身体可能真是要养不好了 自从17年和勇士打完那个系列赛 伦纳德这身子骨就再没硬实过 这新赛季季前赛都开始了 这哥们伤还没养好呢 现身赛场的小卡在离场的时候 被球迷拍到一拳一拐的 明显这腿脚不太利索 估计新赛季又打不了几场球了 反正小卡19年夏天来了洛杉矶以后 就没正经打过比赛 5年下来他的出勤率甚至到不了55% 季后赛就更别提了 那是打一回上一回 本来说好今天夏天代表美国队打奥运会 结果又受伤做手术去了 再考虑到他的年龄 感觉伦纳德这身子骨够腔能养好了 反正伦纳德养伤最受伤的是哈登 我说他是NBA历史最倒霉的球星不过分吧 为了冠军跑到篮网 结果没打两天球队散了 去了费城恩比德不顶用 还被管理层摆了一刀 终于来到快船看上去有点冠军像了 结果乔治跑了 伦纳德伤了 哈登啊稀里糊涂又成老大了 要不登哥今年摸摸余德了 看看合同到期 行了行了 夏家去哪儿吧